HELLO 大家好,我是喵歌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藝攤上節目 是來自JJ林俊傑的《一千年以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首歌 左手要用到的和弦有哪些 第一個呢 C和弦無名指放在一弦第三瓶 A7和弦用你的十指放在三弦的第一瓶 AM和弦中指放在四弦的第二瓶 加一個十指在二弦第一瓶是F和弦 這個時候 F和弦按著不要動 我們無名指放到三弦第二瓶 這個是DM和弦 GM7用你的十指橫按住一二弦的第一瓶 中指放在三弦的第二瓶 這個時候你把無名指放到四弦的第三瓶 這個是降B和弦 要保證每一根琴弦都能發出聲音 下一個和弦是降BM7 用你的十指橫按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一瓶 如果你一根手指壓不緊 可以把中指再疊加上去 那不管是比如說降B或者是降BM7 有些同學會壓不緊的話 你要記住後面大拇指幫忙往前推 有一個像捏住的力氣的感覺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右手要用到的節奏型 首先是第一句歌詞 我們基本上四根琴弦抓起來 一開始剛開始大家就舒緩一點 比如說我們按住F和弦 用四根琴弦都輕輕的拉起來 然後AM和弦 降B C 試一下 心跳亂了節奏 夢也不自由 好 如果你C和弦打完之後 還可以加一個 好 一弦 二弦 三弦 夢也不自由 好 到第二句 我們要四根琴弦抓起來之後 再拉一下一和弦 就變成抓起來 拉一下 好不好 F和弦 愛人是個絕對承諾 不說 好這邊稍微停一下 所以呢 你也可以用牌 也用四根琴弦一次播唱都可以 撐到一千年以後 這個位置的C和弦跟A7和弦 用抓三二一 A7抓三二一 稍微快一點 直到一千年以後 好不好 抓三二一 抓三二一 然後呢 下一個DM和弦呢 就是從這一句開始的主歌呢 我們要變換節奏型的 用到的是 抓 三二一 二三 就是三弦 二弦 一弦 二弦 三弦 合起來 抓 三二一 二三 再一遍 抓三二一 二三 比如說我們按住DM和弦 抓三二一 二三 M 降B 下滑線了我們就彈 抓三二 抓三二 好不好 繼續走 試著把唱詞架進來喔 老人無奈淹沒千愛 我在廢墟之中守著你走來後 我的淚光承載不了我 好 好 這個位置呢 如果你不想要學比較複雜 你還是用 抓三二一 三二 抓三二一 三二 然後最後一個C 先用爬音 如果你這個位置呢 想跟我演示裡頭做的一樣的話 這樣BM7和弦這個位置呢 我還是按著降B 然後右手的節奏型用到的是 抓三二一 然後馬上呢 把你原本小橫按的這個十指有沒有 立起來壓在二弦的第一瓶 然後還是抓三二一 然後呢 往上 相當於降B的手勢啊 往上移到三瓶的位置 這個就是C和弦有沒有 然後我們還是抓三二一 二三二一 就是 然後試著連起來喔 最後一切你要的愛 然後最後C和弦來突然爬音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進入了副歌 好不好 進入副歌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用掃弦了 用到的掃弦節奏型呢 比較簡單 用到的是下 下 下 再一遍 下 下 下 比如說我們按住F和弦 下 下 下 上 C BM M 降B M G7 C 試著把唱加進來喔 因為在一千年以後 世界早已沒有過 世界早已沒有過 無法順勤握著你的手 牽吻著你耳頭 別等到一千年以後 所有人都遺忘了我 那是黃色黃昏的沙漠 能有誰 揭開纏繞千年的寂寞 好簡介我們要接尾咒了 然後呢這個位置呢還有一個小小的變化 是我在演示裡頭有加的 就是BM7和弦這個位置 右手的掃弦 我們可以跟唱詞一起來做掃弦的動作 每一個字齁我們就做一個掃的動作 然後持續下上下上下上 就是你就掃弦的節奏呢 跟著唱詞走就可以 之後呢就掃F和弦 這樣合起來就會變成 然後我們就可以接到尾咒了 好不好 最後呢我們來講一下前奏跟尾咒 因為有很多重複的地方嘛 首先呢我們要橫按住 一二三弦的第五品 小拇指放在一弦的第八品 然後呢下面三根琴弦抓起來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撥動三弦的五品 然後用你的名字去記載 三弦的第七品 先撥響五品 然後積七品 然後小拇指放掉 一上來 M和弦齁 一弦三品 二弦五品 三弦的四品 然後三弦二弦 好不好我們把這個連起來 來 那如果同學們呢在移動的時候會斷掉的話呢 你也可以 就是整個橫按上來 這樣按就比較不會斷 我們試一下喔 比較不會斷 好接著走降臂 這個琴弦抓起來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我們撥響三弦的二品 然後用小拇指 然後用小拇指 集在三弦的四品 再撥一下二弦一品 然後呢小拇指 那個十指立起來 這樣我們才能撥一弦的空弦音 然後馬上換C和弦 這個節奏就是 跟我們剛剛有用到的節奏形式一樣 我們把它連起來喔 好接著第三小節呢 這個前面有講過了 然後呢 M和弦馬上移上來 一弦七品 二弦八品 三弦九品 然後橫按回去橫按五品 加二弦的六品 二弦八品 一弦五品 一弦八品 這個八品呢我們都用小拇指來按喔 然後再回到降臂 好不好我們從第三個小節連起來 然後就進入主歌 我心跳亂了節奏 有沒有 夢也不自由 好 微奏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小節 跟上面幾乎是一樣的喔 M和弦 然後呢 二弦五品 馬上要加一個二弦的六品 再放掉 所以這個小節是 移上來五品橫按 加二弦的六品 然後又是四一和弦 再來 好這邊是一個三連音 但是要慢慢把速度降下來 就相當於我們尾奏的部分呢 從第三個小節開始呢 就要慢慢把速度緩下來 好不好 以上呢就是這首歌所有的內容啦 還是有一點小難度的齁 因為核心也不是很好按 然後右手的節奏型呢 也稍微有點變化 但是呢這樣做的話呢 這首歌曲就會更好聽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加油 把他們全部學下來好不好 如果你把這首歌學下來之後呢 歡迎大家向我提交視頻作業 記得要添加我們的話題 一起談遊客能力 其他想學的歌曲呢 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這節課就是這樣子囉 掰掰